所以要問一下這個梁文藝 這次的漫情歌專輯走向 當然都是以情歌為主嘛 對 都是以情歌為主 對 那你自己有沒有對哪一首歌 特別的有Feel啊 特別有Feel啊 呃... 我有Feel的我等一下可以搶 幹嘛想Feel 對 我覺得這十一首歌曲 都是好難得喔 我覺得好難得 因為這次整個製作團隊 壞了一批人 然後是慢慢的挑選 慢慢的度 慢慢的拍MV 什麼都慢慢來 所以叫慢情歌 沒有 喂 沒有 所以如果上次專輯明天叫快情歌 我就很快了 我喜歡一些 因為大家覺得這張專輯很酷 就是淚活 很催淚 可是我希望大家也可以看到有活的一面 就是我鼓勵大家哭到底 就是痛聲到底 就是有一些事情 其實眼淚是需要去釋懷的 就是需要宣洩的 但是哭過以後 我相信大家可以 哭過就好了啦 對 更真實的有勇氣 因為你哭過了 對 你已經承認自己受了傷 我覺得再站起來是有可能的 所以感覺這個男人好像這次發專輯 又更長大了一點對不對 謝謝 對啊 又更釋懷了一些些 所以好像專輯這個發行之後 下個禮拜有相關的 簽唱會的活動 你記得嗎 記得記得 下個禮拜六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我在那個高雄的孟時代 還有台中的中油百貨 然後下個禮拜天 就在台北西門町的聯合音樂廣場 我主持的 我主持的 真的嗎 OK 還有23號還有音樂會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密切關注我的臉書 一連串可以這個聽文音唱好歌的機會 在下週將會緊密的發售